杭州的小鱼是做豪车租赁生意的 他反映说小区物业不让他在店门口停车 很影响生意 小鱼的汽车租赁公司 开在雍荣华亭小区的沿街商铺 商铺市租来的租起三年 公司提供豪车租赁 婚庆车队 商务接送和影视拍摄的服务 有劳斯莱斯 法拉利 宾利等等车型 记者问了问 向劳斯莱斯和法拉利一天的租金 在五六千块钱左右 就是看这里停车方便 我们才住在这里的 才有这个公共车位 你这个店开了多久了 两三个多月了 前面停车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小鱼说平时他店门口会停三四辆号车 多的时候有十来辆 24号保安告诉他 商铺前面要路面施工 禁止停车了 这边都不让停了就是说 不让停了 对 你们做这个生意 平时车蛮多的吧 小鱼表示 平时车子都停在店门口 前几天他听别人说 施工完以后 店门口就不让停车了 小鱼告诉记者 小区里面的车位属于业主 他们停不了车 据说以后店门口也不让停 没办法做生意 他就找到了物业 随后 随后王经理联系上了记者 他说商铺前面的公共车位 是以前售楼处的临时车位 免费停车 一到晚上不少租客的车辆 业主的车辆 还有隔壁小区的车辆 都会停过来 有乱停车的现象 8月10号 物业贴出了提醒 8月20号以后 沿街商铺前面的区域 要进行路面施工 希望车主把车开出去 商铺门口规划的时候 是没有车位的 划的车位 是那时候以前售楼部的临时车位 也不是正规车位 那我们现在规划车位 车位规划好以后 就只针对商铺 业主来使用这个车位 像他这个租赁公司 到了车很多准备 他车位满 那我到时候 我们会物业公司 包括会跟他谈 打发我们地产预求 几个车位 不是怎么样 他以后的车位 我们会帮他解决的 王经理表示 路面施工完成以后 会划好正规的停车位 只针对商铺的业主使用 因为小鱼的公司 需要不少停车位 物业表示 会考虑这些情况 腰宝黄金眼 记住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